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姚池 唐 李商颖 姚池阿母 起窗开 黄竹歌声 动地哀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传说中 周穆王曾骑着八匹骏马跋山涉水 去昆仑山拜访神仙姐姐西王母 二人相谈甚欢 约定日后再见 喜用神话的李商颖就画用了这个故事 这首诗中 西王母守着窗儿 只听到有人在唱穆王写的黄竹歌 却不见穆王骑人 穆王八匹神勇的骏马 一天可以跑三万里呢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 其实 穆王不是不想来 是他早已经死了 人的生命短暂而有限 如何与神仙相比呢 李商颖是想借词讽刺帝王 追求长生不老的虚幻 可是他却写得那么隐晦 那么美 这就是诗歌含蓄的语言艺术了